其實我兩岸論述都相當確定 第一點 我以前在當家戶病王或急診的醫生 我們這種醫生有一個特色 從來不能選病人 我們以前說老電子報的機場 曾經講 他說您的兩岸論述 之所以搖擺一定是因為引起不住 沒有啦 其實我兩岸論述都相當確定 第一點 我以前在當家戶病王或急診的醫生 我們這種醫生有一個特色 從來不能選病人 我們一個病人進來問 先問他說你是國民黨還是民進黨 所以意思是說話有發現 你知道 我在台灣政壇 我跟藍的跟綠的講話 對話都沒有障礙 對我來講 務實對話就是有特色 你知道 所以我們都願意聽不同的意見 那其實兩岸一家先來 我認為還是先階段的一種基調 因為第一點 這不涉及政治 那在文化經濟交流 所有城市交流層面 我們還是表達一個善意 我也不主張說 兩岸之間大家互相講狠話 然後越搞越僵 所以兩岸一家先還是一個 在涉及這種經濟化民間城市交流層面 它也是個基調